要提醒大家 不管说是开车还是骑车 行进入口时都得要放慢速度 以免造成事故 新北市泰山区在昨天晚上 发生了严重的车祸意外 一辆轿车还有机车在入口相撞 骑士伤势严重 目前还在医院观察当中 警方初步研判 疑似是在号制灯转换的时候 双方都抢快才会酿货 那么另外在新北市中和 则是有骑士绿灯起步猛催油门 结果不到六秒钟 惨摔在地 十字路口一辆黑色轿车 打了方向灯后要左转 但才转到一半意外发生 对上一辆机车懒腰撞上 骑士在空中翻了360度后 重摘倒地 驾驶紧急停车查看 而当时带转的机车骑士 目击车祸瞬间 简直吓傻了 黑色轿车右前方的板筋凹陷 挡风玻璃变成蜘蛛网撞 而相撞的机车也严重受损 车轮凹陷车壳喷飞 警方研判 疑似这辆车都抢快要通过路口 才会酿祸 车祸一号深夜 发生在新北市泰山明治路 将信骑士遭撞后伤势严重 虽然人还有意识 但人在医院观察中 而抢快酿祸的还有他 路口绿灯亮起 机车随即压车过弯 不过压的太低 中柱跟地面摩擦出阵阵火夸 随后不久后就摔车 因为男子穿的是 跟知名动漫角色有关的T恤 网友看到影片就开酸 说炎柱大哥摔车了 还真的冒出火来 虽然这起车祸 综合警方没有接获通报 但也好心提醒 骑士开车经过路口 速度多放慢一些 免得发生事故 造成皮肉痛 记者成长周宗林 新北市报道